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会儿游戏开始之后呢 我们的小宝宝要推着小推车走到爸爸那儿拿一个玩具再运回妈妈处 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 哪个宝宝走得最快运的玩具最多 哪个宝宝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下一轮比赛 我们取前三名 来 预备 宝宝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 预备 开始 好 看到我们的讨好鸭宝宝走得最快 讨好鸭宝宝走得最快 找自己的爸爸 我想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来说走不是问题 那么在行走的过程中完成我们交代给的任务 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好好呀 宝宝走到了爸爸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好像找不到自己的爸爸是谁了 他看到别的爸爸手里的玩具特别好玩 好 我们看那个毛毛虫宝宝 小推车呢 毛毛虫 他们现在把小推车放在了原处 直接走到爸爸那儿去拿玩具 那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来说 他们那个遵守游戏规则还是挺难的 小老虎呢 第一个把玩具送到了妈妈那个地方 现在呢 他开始要去爸爸的那个方向再拿一个毛绒玩具 好 我们的唐老鸭宝宝加油 你看唐老鸭宝宝执行我们的规则执行得非常好 推着小推车又回来了 好 大熊猫宝宝走得也非常的稳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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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小超人 你在玩呢 我们的宝宝们 哎呦 小心点 有的宝宝走的时候也不看前面的路 不小心就绊倒了 没关系 爬起来 他们的小超人 又慌慌悠悠的 就把小肚子送给了妈妈 差点时间 宝贝时间不多了 我们的大熊猫宝贝刚才摔了一跤 他现在一边哭着 一边把玩具送到了妈妈这个地方 唐老鸭宝宝 最守规则的小宝宝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好 好 我们看到了在这一轮游戏当中 我们的宝宝们他们走得特别的投入 有的宝宝们这个车推到一半不推了直接走到爸爸那儿 那么在这一轮游戏比赛当中走得最好的是唐老鸭 他自始自终是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来进行游戏活动的 那另外两名宝宝走得最快运的玩具 最多的是我们的小老虎宝宝 还有小超人宝宝 这三位宝宝下一轮的游戏继续展示他们走走走的本领 宝宝走走走的第二段游戏叫乘风破浪 待会儿游戏开始之后呢 我们的爸爸妈妈要抖动一个大大的绸布 形成海浪的造型 然后宝宝要从海浪上走过去 再从海浪下面走回来 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里哪个宝宝走的次数最多 哪个宝宝就是走的最棒的小宝宝了 好了 预备 开始 好 大家看 现在呢三个宝宝乘风破浪 爸爸妈妈用各种颜色的绸布 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这个海浪的造型 那么这个游戏呢也是要 让宝宝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克服恐惧的心理 好 我们的小老虎宝宝 率先走到了爸爸的那个位置 来 从下面走找妈妈 宝宝走过去 小老虎找妈妈 快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宝宝呢 一会儿要从海浪上面走 一会儿呢要从海浪下面走 那这个对于宝宝的心理来讲呢 它是一个挑战 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说 也是锻炼他们行走的一种能力 我们看到老虎宝宝啊 已经往返走了两趟了 好 小超人你加油啊 超人加油 我们的宝宝总是容易被其他的事物所吸引啊 好 现在除了老虎宝宝啊 仍然在自己的轨道上 这个忙碎跑 其他两位宝宝呢 已经都跑到别人的跑道上去了 我们的唐老鸭宝宝现在已经分神了啊 他看到地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小曲片 哎 它玩上小曲片了 我们的三位宝宝很开心啊 当然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 主要的目的还是要锻炼我们的宝宝的行走能力 好 唐老鸭宝宝快 爬到自己的跑道上去 哎呀 看来是没希望了 现在我们的小超人和我们的唐老鸭 两个宝宝聊上了啊 时间不多了 三位宝宝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哎呀 哈哈 三位宝宝显然有点累了啊 那么在我们这一轮游戏当中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除了我们的老虎宝宝 它是坚持王帆跑以外 我们的小超人 还有唐老鸭两位宝宝呢 已经完全忘记了 我们这个游戏所规定的这个规则和内容 他们俩自己聊上了 自己玩的很开心 好了 我们第一轮 宝宝走走走的游戏呢 就结束了 在这轮游戏当中表现最好的 我们的小冠军 是我们的小老虎宝宝 祝贺他 哈哈 那么另外两名宝宝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是我们的健康宝 我爱情小贩 有冠军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